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3年旅途折返的他花开三朵 影视、时尚、音乐、并向发展 正式走上一条透明无阻的runway Hello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室友微访谈 我是小新 今天做过我们室友微访谈演播室的 我想不需要用过多的词语来形容他 他就是刘丽阳 欢迎丽阳 小新你好 大家好 我是刘丽阳 我觉得你这两年其实变化挺大的 是吗 对 你有感觉到自己这种变化吗 我身边的朋友倒觉得我好像变化不大 可能最多的说可能就是眼神变了 怎么讲 就可能在外观上或者说个性上 他们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可能就很多朋友觉得 我好像没有那么以前那么犀利啊 看起来那么那么的锋芒毕露的感觉 对就我熟悉我的朋友 对其实我昨天在又重新 因为之前的时候只是在06年那场比赛的时候认识李扬 但是后来我又翻阅之前的时候 那个你的经历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人生真的是丰富多彩啊 还行 对 因为在大二的时候 好像是在学广告设计这个专业 广告学 广告学 然后在国外的时候 然后又重新认识了这个现代音乐 然后又喜欢上了这个音乐 现代音乐 后来来国内之后又做的竟然是这个电视 对 其实我是 这个是老生常谈了吧 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比较了解 就是说 喜欢音乐是一直都喜欢 就是从小就是受姐姐的一个熏陶 因为她比较喜欢听那个流行音乐嘛 所以就是说 其实对音乐一直都是喜爱 但是没有想过作为自己的职业 然后更多的接触流行音乐 也是 也是在可能接触大量的那个西洋音乐 欧美的一些音乐之后 慢慢的才开始接受一些国内的主流 因为以前听的都是比较地下的 听乐队特别多 就是因为北京可能 从小在北京那个环境 可能就是跟同学啊一起什么的 经常就是假期的时候 或者说从中学一直到大学 都是去听一些现场音乐